好接著到了這一套上季四天王之一 評價裏面其實這一套應該都算是四天王裏面較為正常的一套 那這也算是正常 我長期都覺得這套很正常 我只是他的劇情走向未知 套路 套路未去到這麼暴走 也不是說他好 我純粹覺得四大天王他比較 其他實在太不正常 他才顯得比較正常 但我都不覺得這套真是好看裏面 那我們第一套要說的就是這個新梅魔王契約者 撇除了一些色情橋段之外 他沒有撇除的 他的動畫都有做出來的 我說撇除了那些片段 他基本上套路都正正常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一下這些畫面 動畫做出來之後 他BD是否真的會修正 他一定會修正 但可以說 你如果跟他這一套 其實一定有一套比較對象 就是High School DXD 對比起這兩套作品做的比較 其實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你想說是他那個處理尷尬位置的比較 還是處理劇情的比較 我可以這樣說 你本身的 他處理你無論主角的 一誠和人間這兩套作品裏面 這兩套主角 人間本身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說 我打明其後告訴你 我是好色 這個空暴萬歲的角色來的 你這些劇情裏面 其實一誠他那種 就是對著一些不小心 善腳也好 摸倒也好 我要摸恐怖來提升力量也好 這些橋段對 在DXD來說 他是一個合乎他的角色本身性格 而他也為他創造了一個設定 是讓他可以提升力量的 你可以不接受這個理由 但這個真的是他的原動力 即是他賦予了一個合理化這些畫面的程度 是的 但你看回就在心妹裏面 印加這個角色 他根本上 那個所謂的契約 他是打明其後的 他是說了很多次 這個契約 這個主契契約 有什麼用 就是可以感應對方的位置 但其實有用 然後還可以提升仆人的力量 第一點 不止仆人的 兩個都可以提升 第一點 我OK的 我都同意的 但 不是OK的 只要帶有GPS的手提電話出門就OK了 GPS 所有人摸戒用不了 而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摸摸戒 即是他講到這個 雖然他沒有去過摸戒 雖然他沒有去過摸戒 都是沒有什麼用 甚至到最後一集 到一個結界裡面 感應是會無效的 其實不是沒有什麼用的 有用的 用過一次 但用那個 其實各自用過一次 Yuki用過一次 巴薩娜給兩條女兒 更衣室到位 再之前Mio都用過一次 但隨此以外之後 就再沒有出現過 而更加不用說就是 第二個設定 提升能力 提升力量 以我裡面 其實他有 我記得在 和這個勇者村的人打的時候 他們講過提升力量這個問題 但你看到就是 其實我是不發覺 他們講完提升力量 其實我不覺得力量是提升了 是完全無法表現出來 Mio都是在那裡放火球 對方都是沒事 那你實際上說 你要讓我提升力量 你要讓我看到差異 你不會 我提升了力量 但沒有辦法 對面那是100L 我從2L升到4L都是沒用的 最大的問題是 你應該有一個前後分別 去顯示這個差異 但他在這個契約之前 他沒有一場戰鬥 是可以表現到Mio的實力去哪裡 不是 用傳統一點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 用D成的說法 D成的說法 D成的你會看到 一成會變身的 整副夾出你 你會在視角上看到 他現化了 他會增加了 或者有些聲音增加了 但你就算用一些 可能是遊戲畫面的 都會轉一下BGM 這邊基本上 就什麼都不轉 不要想知道 你給火球大一點也好 就是變三個火球 連射也好 什麼都好 我心想知道你怎樣去處理這個 或者放了火球出去 Mio自己嚇了一跳 嘩 為什麼火球這麼大 這些畫面都做一做 但是 你看到 他真的厲害到 我提升了力量 但沒有變過 提升了什麼的力量 我真的不知道 有啊 不是 沒錯 不是 巴薩華那裡也是好搞笑的 你看到他提升什麼力量呢 他也是用來用去 也是用那招 cancel機 你更加不要說 你更加不要說 印加了 這個人 我們深藩的時候說過 他是一個坦 這個人 他有修理創傷的嘛 他的修理創傷 告訴你 他的修理創傷 完全是他自己 自己模擬 而遺憾給自己的一個設定來的 不是他限制自己的力量 但是他可以隨時解開的 你見到的 他所謂的心理創傷 頭兩層 他是用完力量那一刻 才守陣 用力量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到 他不會用 用一下的時候 用不了 他是用完之後 用完之後才有問題 那樣東西是不叫有問題的 老實說 我們定義 你這個能力 你是有心理創傷 會影響到你戰鬥發揮的時候 你戰鬥發揮的時候 他是從沒有想過 就是 他因為這種力量 而令到他在勇者村的同伴 而私骨無存 他是事後才想回 事後才想回的東西 就不叫有問題了 那些就是 那些叫CD時間 你聽過沒有 這些叫做什麼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我們SAO裡面 偉大的同仁 就是什麼 我要記起那一刻 我就才記起他 不是喔 記起應該是另一套 所以 你看到的 這個人的能力 更加不論就是 你看到這個人的能力 他最初推虛到他很厲害 然後跟著說 我不用 我沒有用 勇者村的同伴 來要燒MIL的時候 那一刻有趣 然後告訴他 你們的實力提升了這麼多 我已經經過了萬長的修煉 我已經超越了你 我已經比以前的你 然後跟著 人家說 我立刻 你給三個時間拿 我三個時間拿 再去練習和你同等 然後實力 What the fuck bullshit 就是這樣 心理創傷 等於那個程度 那個心理創傷 就是什麼 我現在說 我搬完寵物 我搬完寵物之後 會手震的 這種心理創傷 你明白 我看這段劇情 令我想起就是 妖精美巴裡面 其中的漫畫版裡面 其中一節情節 就是 經過了七年時間 他們 在一個時空裡面 被主角 回來七年之後 他們的實力已經 這七年裡面 已經提升了很多實力 你不要說真倒號 他用一個很gap的方法 但至少他有個方法 但這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看到訓練裡面 他其實不是幫人間 提升力量的 他是幫Mio 去提升這個實力 人間其實那個實力 是沒有辦法提升的 但是幫Mio 提升他的實力 又不在這個 戰鬥動畫裡面 表演出來 有的 我覺得這十二集 他根本都沒有表現 你不覺得嗎 他在剛才你說 打勇者穿那三個 裡面 因為Mio 沒有用的 Mio只是動在那裡 射波波 射波波和猜波波都是那類 但是Maria 那些踢腳 飛腿 那些分技 是交得足貨的 不是啊 所以不是說 究竟現在誰才是魔王呢 究竟Maria 是魔王任休的 魔王呢 不知道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現在先討論的 其實是力量表現的問題 這裡 你見到的就是 一開始打 不夠打勇者那邊說 你已經太久了 你已經出去 經過了正統的修煉的事情 你怎麼能夠比我呢 然後 跟著 沒事了 大家隨便吧 我先放過你 其實放過你的理由 也是很gap的 嘩 長老就說 不要做那麼多大破壞 我們選一個適合的地方 再打個 開個結界 再打個 其實他一早已經開了結界 然後跟著說 不想破壞那麼多 我們去一個適合的地方打 然後下次跟你打的地方 說什麼 鬧屎 然後我說 我覺得 你選一個地方 你可不可以 稍微有邏輯虛理的人都知道 應該那段劇情就是這樣的 他突然間來到 就好像有特集的形式 好像又不是那麼光明磊落 我們現在再跟你說一次 我們要光明磊落打敗你 所以我們就要約戰一天 那天才是正式的 如果他是說這句 我都說 你只是遵從勇者之道 我沒有問題 但他的理由告訴我 是甚麼 他的理由是 長老叫我們 不要搞那麼多破壞 不是他 表面理由 你明明 你有沒有聽過傲嬌這件事 關甚麼事 然後你選一個多人的地方 你無論怎樣也好 在多人的地方打 那都不是一個勇者應該要做的行為 不是他純粹可能喜歡都市的環境 你也知道 勇者村在那裡心裡 哇 你看到都市 你說的那些是公開路出來 不是 很吸引 都市我們就在這個舞台上打 因為他開了結界 其他人就不會干涉到進來 那兩條 應該說那班勇者也是殺案 那班勇者村完全是殺案 否則也不用被人放逐去勇者村 甚麼放逐去勇者村 這麼偏僻的勇者村 他本身在那裡 基本上勇者是智商是零的 跟印姦 跟Maria 跟Miro 打那三條 基本上 當然 兩位女角 最有趣的是甚麼呢 Yuki也算了 Yuki也說 她是清楚知道 印姦 被人說出勇者村的真相 真實原因 在第一期事件裏 知道真相 她忍不住手 她不想出手 情有可原 叫做有個正當的理由 她的妹妹說胡桃 嘩厲害了 但那時候 你搞到全部人私骨無存 又搞到我姐姐那麼傷心 然後說我真理 然後跟著 被人打完 被人打到來之後 被人救完之後 哇 立刻 其實 其實 我知道不應該怪你 那你上集在說甚麼 不是喔 我覺得這個合理的地方 就是因為她的妹妹不夠打 是一個不夠打 可能會慘下殺傷的情況下 那她說很違背良心的說話 不是 其實她在做一個賭博 就是賭下巴沙華 究竟是否是不起眼 裡面的男子角 一說我這一些 然後她就會軟化開環 反而是沒事的 為甚麼 這班勇者 我真的不懂得說甚麼 是呀 向下佬出城 算了 就是這樣 勇者村裡面究竟是教甚麼 教你做勇者 但是她的常識是不會教你的 錯 勇者村裡面 其實是教幾件事的 你在勇者這裡的事件 應該教拍照 你看他爸爸弄甚麼就知道 教甚麼拍照 首先 教第一件事 不負責任 第一件事 我們從不負責任的事 是看到些甚麼 第一 掌老叫就說 不要搞那些破壞 不是他拆不掉 很明顯拆不掉的原因是甚麼 他們是不想負責任 追索就是 這個 待會被趕出穿的事件 待會是打敗了他們 封印不了那個人 然後 待會用他的無自然執行能力 去搞定了那個人 拿著魔劍 然後他們想撇清就是甚麼 撇清和把劍的關係 我們和魔劍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是這個人的問題 他不是叫撇清把劍的關係 他說這個力量太危險了 留在這裡很不穩定 不如他走出來免是 全家產 你這個的前對意義是甚麼 只要我趕出去出穿 待會就不是勇者 他外面 用力量 乖我 乖我 跟我說甚麼事 這些就是典型的不負責任 射破 勇者村第一件搞的事 肯定是搞這件事 不是消滅這個問題 消滅這個問題 根源就不再有問題 當這個問題不再是我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沒錯 所以他扮的任何事情 他外面搞這搞路也好 都不關我勇者村事 基本上已經斷路了 這個肯定是勇者村的第一手質 這個肯定是勇者村的第一手質 然後你見到的 勇者村裡大體上全部都是 人間叫做甚麼 小時候可以走出去就沒有那麼老殘 他們全部都是老殘 不是 他就是人間太聰明 發覺這個勇者村太老殘 所以才要走了 其實他爸爸聰明 他爸爸應該想走很久 終於有個機會讓我們進去 終於有個機會讓我們進去 所以其實勇者村裡 最初你見到打的時候 Mio和他們所用的戰略 就是先封印這個方向 他說是白虎 因為他用矛的武器是四神的武器 因為屬於西方 所以他不可以向西方 試前局 其實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奇怪的設定 沒有東西的 我覺得是獨方向 但是反過來 對街上也會考慮到 最初叫他在橋上打 我覺得是聰明的 橋單向下馬路 但是打不到他在商場裡 不是引了商場 但是他們自己走過去 好像怪怪的 你又說他怕方位 但是他們好像不太怕你 但是動畫 不能顯示羅篇 給你看現在是甚麼方位 他怎樣說都可以 他只是一開始 所以說西方位其實沒甚麼意思 這件事 他那個位其實 你看到的 就算站好方向 然後是甚麼 他跟著跟你說 我是不用理方 然後說 我知道在這個方向 其實他也是向那個方向 其實根本是解不通的 就是無論怎樣 你怎樣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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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打你的 我打其他地方 但是 方向始終是一直向西方 他始終都反過來 就是 他一開始說的力量 是完全犯駁的 現在說的是 你不可以向西方出力量 那你應該是搶回 就是向東面蛇 不是啊 如果你知道這個弱點的時候 你所用的戰略應該是 站在最西方 結界的邊邊的位置 那他應該對你無符才是 但是他只有一個射擊系 然後就這樣很簡單 就說 破解 所謂破解了他們的戰術 就是那個 剛才我說的 不是其實他那個戰略 不是 他戰鬥是三對三的 那他就引開了 哪有三對三 有個花生的 不是 引開了對方的最強者 那個只是坐在那裡 那最後就是 以白虎的 神器被破壞 神器被破壞 結束了這場戰鬥 然後接著 其實這位有像DXD 破衣技 打爆你的武器 那樣好像 但問題是那個男人 這件事 很可惜 那件事 你覺得很可惜 那件事 那個問題其實很 其實長老那邊 其實叫做 他們收手的原因 是因為長老那邊 我又不把Mio 成為這個 S加 簽滅目標 簽滅目標 去降回去做 監視目標 我純粹覺得 他感受到 不知哪方面的壓力 唯有 唯有出一出兵 但又不是說 很確實去執行 純粹是 我盡力了 但搞他不行 你其他人自己搞 這樣的感覺 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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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該你也不理 當然不是 喂 大哥 你已經扔了這個 印姦出去 你已經說 他的東西 已經完全不跟勇者 穿任何的 有什麼關係的時候 你還理他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需要 我那頓樹齡 譬如你老闆叫你做事 然後你當然說 我試過了 但公司的電腦搞不掉 那雙件事 但剛才樹齡說過 勇者村已經不再承認 人間是一個勇者 不是 他們勇者村 是他們有責任 去對付現世的危機 其實現在他的問題 就是 我盡力了 但我搞他不行 我負不了責任 這件事 我是勇者 勇者之道 是沒有包 必定成功 必定成功 這件事 可圈可點 但是更有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他們 他們派的勇者 是有一個監察者 那個監察者 甚至乎 我覺得是會超越了 那隻白夫 那次有者 但他又不出手 又不姓 又或者是監視 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個叫Metakashi 只是錯 那個不是咪咪眼 咪咪眼 也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這是一個現代 是 殺人 很大罪 有結界 嚇殺人 我猜 跟夏娜一樣 開了結界 你做什麼 誰會知道 不是啊 那個好像不關事 開了結界 都照死 殺人 又要毀屍滅姐 又要搞那麼多 那些不是勇者 應該要做的行為 勇者不會做這樣的 勇者最多只會吃煙 還要在魔界的話 他們可能會殺得很開心 但在現代 你殺人很大罪 勇者不可以怎麼那麼殺人 聽著 沒有辦法 這件事 跟著是最終決戰 差不多 其實在12集裡面有三場戰鬥 我最喜歡的 其實反而是第一場 和拉斯打過 拉斯打過一場 但那場的結果 我覺得很不合理 打完一場之後 好像變成 逆敵友的角色 我覺得也是很奇怪的 不是 我其實 我開始看的時候 就是在勇者村之前 這件事件 我是幾喜歡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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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鑑是有老的 他是有老的角色 嗯 那句對白 我也是解得通的 一個人沒有理由 會覺得他 無緣無故在怕醜 而你說 他最終就是用那個對答 其實是什麼呢 大家互相的利害關係 嗯 他也都深知 他本身是一個 都叫做 知道這個勇者 和魔界裡面的事情的人 他就會用這個 你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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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更加強的人 打我 那不如大家 先講一講和 你也提過 有些情報給我 我有時 偶爾就輸一次給你 你也偶爾 又輸一次給我 可以交貨 大家可以交貨 大家交貨 你又可以慢慢升職 到你升職 我們什麼時候破裂的事情 過之後才算 你看到 是有一個交涉的關係 也看到這裏 人間是聰明的 而你也看到 那個人提供情報 也是理所當然 他提供的情報 他可能是對 可能是假的 總之就是 他提供的情報 只是有一個目的 對自己有利 這件事 這個他做得不錯 他沒有去到 給一些 對他來說不利的事情 還有你看到最後 turn to 其實最後 這12集來講 目的達成 我不計識識事 那些 其實就是拉絲 他要報仇 他要做到的事情 但我覺得拉絲的報仇 是投資 但你見到這件事 最有理的 是對他來說 是他的 而你會見到的 其實每一次交涉 裡面他不同 他不同其他 就算 魔法禁酸目錄 那類型 情報液的角色 其實只要你打動他一次之後 他每次都會不計代價 給你情報 其實每一次 拉絲都是 他就問 好處 沒有錢 我什麼情報 你沒有好處 為何要給你情報 拉絲其實這份人 他是 表裏如一 就說 我是這麼厲害的 他叫什麼 短足計 每一次 你整個故事裡面 你不要計 最終他要報仇 這一件事 他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你會見到的 他是一個 利益主義的人 叫做報仇 是因為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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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借有 都不是個人的恩惠 受過別人 得人的那千年紀 他個人很分明 沒有理由 魔界出生的人 沒有理由 這些不是勇者 這些勇者素質才會這樣 勇者是笨的 那這一場 其實這一場 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的那個位置 其實看到 兩個人 其實 那個交手 不是意義上 是大家硬碰的交手 大家在桌底下 其實都有另一種 交涉的手段 還有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OK 就是他不會有 你看一些很舊式動畫 那種不滿男主角 那種老殘 大家打完之後 那個角色多了一個面具 但是你十年 過了二十多集 多貴都認不到 竟然是你 對 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他打完之後 那一集完之前 就已經說 我斬你十幾點 他不會等你一集 你覺得 現在的人還是這麼蠢 他又沒有那種感覺 這些困難 所以看到 其實我看到 第一節 這個位置 其實 我是覺得 我真的 只要跳過 那些所謂的 情慾橋段 其實那套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但是 當他做勇者村 那位置 我就已經發現 其實最主要 那裡出現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無自然的執行能力 實在太 太屈了 我覺得 不是太屈了 太沒有條件性 而且就是把整個 心理陰影 的佈局 把它拔走 就是之前 好像殺有其事 用這個能力的時候 要很多限制 但是他們後面 就已經亂用了 不是 他不是說有限制 他一開始 Maria他們很驚訝 我不是結勢於你腦 然後他說 這麼厲害 然後剷到魔法 撞彩而已 不是老鳳 但之後就是 100%的結率發動 那些 他那個位置 其實是 有一個心理陰影 老實說 你不想用這種力量 那你就不要用 就是 生死光就成 不是說付出 很大的犧牲下 不是 始終 都曾經做過勇者 當然有一點點抹底心態 就是 臨死的那個關頭 他一定要用 但是用完之後 其實他開始說 他不用這種能力的原因 就是什麼 因為他 因為這種能力 他將勇者村的 所有同伴的屍體 就是死了的 就全部消滅了 消滅了 對 炸都沒有了 就完全 然後他就覺得 哇 這樣很內疚 因為這種力量很內疚 不是應該很恐怖 他不知道 尷尬遇到這種力量 是什麼意思 你 不要說是否介意 他一直擔心自己的力量 就會再傷害到什麼 就是重刀複舌 重刀複舌 重刀童年的複舌 然後你見到 他叫做什麼 他的釋懷的原因 是 我現在有另一個目標 要保護 就是說 我用這種力量 其他人死了 沒所謂 我目標不死就可以了 我保護的人不死就可以了 不負責任 我不負目標以外的人的責任 那很合理 勇者一向都是任務為先 很合理 當然不是 勇者是大義為先 大義就是他的任務 大義不是他的任務 大義掛名的 那你見到 其實這裡 去到第三個故事 就是Mio被這個魔王抓住了 那不是魔王 那不是魔王 那是類似後補魔王 想做魔王 高級幹部 這個貴族 然後又搞 其實我覺得在契約局 他不停在搞後撤 其實呢 首先 你只要大家的信賴度提升 就會提升這個實力 剛才這個第二點的能力 第三點就是 根據你施展契約的魔法的特質 如果背叛的話 就會承受很大的痛苦 當然因為Maria是夢魔 只要你失去精操的話 就會受到很大的錯誤 那這個設定其實 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不是的 講起這個詛咒來說 其實都是Maria坑的主人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如果真是身為一個很忠心的奴僕的時候 其實那個詛咒也是不應該會出現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很奇怪 我不清楚他究竟想怎樣 但是其實這個設定 根本就是整個 所謂的叫做 佐咒的設定 他不停加一些後製 就是什麼呢 不救他不行 其實說 我先不理精操的問題 你是不是你都要去救他 現在是世界危機的問題 精操的問題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 現在是一個國家大事 世界的和平 但是剛才你說勇者不用理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現在勇者 你突然間很勇者 勇者那個問題 現在就是說 現在說的是什麼 Mio是會給那個幹部 奪取了力量之後 他就成為這個世界裡最強的魔王 心酵盛 然後就會反攻這個人類世界 然後就有身靈浪炭 他好像沒有說過這些東西 他沒有補的東西 沒有補的東西 就是類似這些東西 你拿到的量 他是主戰派來的 他是一個主戰派的幹部 還有他是力量為主 如果到了這個位置 那個契約就很有用了 因為他說到 如果收入一精操 甚至會死亡 契約會令Mio死亡 只要就是脫一大患 然後如果魔王真的奪取了精操的話 我都說不是魔王 即是他的幹部 真的奪取了他的精操的話 他死了他就拿不到他的力量 不是啊 或者是他拿完力量才死呢 誰知道呢 也不要理會他本番 我只是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勇者的主要目的就是 保護他的保護對象 其他人死是不關事的 現在就轉為勇者的主目就是 保護世界 保護他精操而已 精操這些東西 保護對象的精操是不重要的 只要除了精操而已 但是精操沒有了會死 保護對象死 勇者都是不關事的 總之每十分鐘轉一轉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總之現在的設定就是 不是我是知道那個設定 沒有了精操就會死 不是 他講到那一刻 整班角色是很驚惡 人家說 蛤 原來這樣會死的 原來被強姦 原來人被強姦會死 人被強姦就會死 就是你這樣說 我覺得你不如擔心 就是他拿了他的力量 一刀割死他就好過了 是吧 這個後撤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不是純粹拿了力量 我相信 以現在的幹部的性格 都不會留他活口 沒有需要 然後他就找拉絲去協助他 拉絲原來有問他取出數 有問他拿了什麼 其實那裡沒有說 他只是說我為什麼要幫你 然後他看到包裝 這個位置也是 其實很多位也沒有鋪牌過 一些有很後撤的東西 他就報了一些腹筆的後面解釋 他不說而已 我覺得可能原著有說 他動畫後面也有說 他的需要的情報就是 我幫你也行 唯一的條件就是幹部留給我 那幹部留給我 那原因 其實你講的就是 任何東西都要講原因 我們覺得精彩 或者我們覺得這個角色 有心度或者有血有肉的 其實講的是他的背景 所以我不是說這個原因是後撤 他沒有前面報了任何一幅 不說拉絲有什麼背景 他沒有說過這個 你更加說他 當然啦 其實我說這些一向都很講主題 不是很講目的 成先啟後 那你說如果 不一定是他爸爸媽媽的 他強姦了我女朋友可以嗎 這個也是理由 他那個理由是沒有意思的 你一早說 這個應該是要 一早我們就要知道這件事 我不是說意思 他應該在前面報一點腹筆 那拉絲才有個正當理由去幫主角 然後拉絲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 亦都是遵從他的性格 我無論如何都要拘捕著數 而今次就是拘捕這個著數 不關乎我個人的晉升問題 關乎我私人恩怨的問題 私人恩怨的問題 那這件事的話 其實我們講到這裡 其實我們就算看回那段回憶的話 其實我們會覺得 拉絲為什麼會幫他 如果你現在覺得拉絲是無緣無辜 是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來幫他 然後你講完之後 你講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他不是說 一路的問題就是後撤的問題 他怎麼說都可以 他前面沒有報到任何復筆 我們猜到原來他應該是 為了這個原因去幫主角 然後你講 其實打那個所謂的高級幹部 那個位置那裏 即那個高級幹部 即那個高級幹部 即是典型我 也犯的毛病 他都是 因為什麼沒有頭髮 不是 太多話說 太醜了 太多話說 太多話說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設定到他的能力很強 但是他被人逆轉那一刻又變得極弱 我覺得這個前後做得不好 我覺得這樣沒有 這套東西 其實他有個問題 就是他做 其實你看到的 做戰鬥方面 他做力量差距 或者力量差距 或者是力和力之間的抗衡 是做得很差的 很差的 是的 他那個差的程度 我覺得甚至差過禁宣武祿 禁宣武祿 其實你有一個位要稱讚他的 即是就算當馬幾招 就會消失了對相任何的異能都好 但其實他用拳頭打架 其實你知道他的力度 即是說 他都很用力 其實你都看到 至少這樣 或者是他抵消一些很厲害的特殊能力的時候 他都不是馬上招一聲 他都要慢慢去消耗 他都要慢慢去消耗 但你這裏你看到就是 待會的無次言執行能力 是真的招一下就搞定了 他真的 他甚至我覺得他是超越了 說想殺手 而你看到這裏就是 他這個能力 你就會變得很神奇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 所以在整個動畫裏面 講這種能力的設定實在太少了 是幾乎沒有 但問題是他這種能力 在動畫裏面都用得幾多次 就不像一般絕招 純粹就是一般好像必殺技 這樣 起碼這招是Cancel技 不是突然間我忌起的 但這招效用這麼強的時候 正常來說 應該有些負面效果 或者會付出代價才行 第一次就有手震 之後沒有了 之後沒有了 用完第一次 我習慣了這種感覺 所以沒事了 你沒有聽過抗弱性嗎 好笑而已 這個能力 我已經不把他的心理陰影 是心理陰影 其實 心理陰影 他已經克服了 他已經忘記了 OK 你經過了永正村的事件之後 說 打又打過了 傷又受懷了 打我了 他是這樣想的 你說這件事件 其實他純粹叫做 拿了原作多少卷 他做其實 是有些有頭無味的 你那個位置 解決了 解決了這件事件 我們有新的一日的開始 有幸福發生的生日 所以一季又會開始 當然你說裡面那些 我剛才說的 畫面上的 你叫做什麼呢 我只是成了一件事 他畫的人體比例 是畫得很好 誰人體比例 沒有什麼崩的 不是 男女也是 男女的人體比例沒有什麼崩的 你那個OPED那些 不是動畫裡面 動畫裡面也沒有什麼崩 OK 你對比其他四天王 那些不算 你本身老實說 還是對比春藥之類 當然 你要賣肉 那這些我覺得 你這些不行就行 他那個主理很有趣 如果你說賣肉 那裡 因為他說他一開始 他第一次煮蟲契藥 那一刻 他用那種手法都是偏向 和其他一樣的 你看到有些東西遮遮 聖光 聖光 黑邊那類 你都是當那些 然後出完之後 大概去到第三 第四集 差不多 第三第四集 然後官網多了一個版 就叫做 Maria的collection 這樣 然後就收錄了兩個鏡頭 然後兩個鏡頭 就是沒有聖光的GIF 你可以選擇這個 就是Blue Ray的宣傳片 你可以當是 那一集 那個page長期都撐在這裡 撐到這裡有緣為止 我就看他每天有沒有更新 然後 到達到之後的部分 比如說 勇者村那三個人來 打完之後 他又有幾兩環 沒什麼用的 然後勇者村那集 打完之後 那個標題很搞笑的 那個標題是 有些勝意味的東西 你覺得下集應該是service 打完 沒有了 然後下一集 今集有service 等下 Maria的collection 有沒有更新 是沒有的 總之這套完結之後 那個collection 仍然維持著兩個鏡頭 都是沒有改過的 直到Blue Ray 一都出了 都還是不改的 但是除了 很奇怪的 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很奇怪的 collection只有兩塊 但是問題是什麼 它就是除了 一開始出了collection之後 所有動畫 你看到地上波翼 它沒有ATX沒有分別的 就變成一個極大的Logo 它把整個畫面都差不多借掉 什麼warning 好像 後面已經不是用性光 人的Q版圖像 去借掉所有東西 但是其實很奇怪 你可以在動畫那裡放些什麼 我覺得就是我本身評價這套東西 我都是說那個問題 問題在於就是 它所有的性意味的東西 放進去 是太突然 是 我想 夜人者都是跟我一樣的 我是飛了那些情節 直接 他一到那些情節就跳 跳完之後再看 你飛不飛都無所謂 什麼都看不到 沒關係 是太無聊了 問題是 問題是 你那些描寫 如果你說對劇情是有 一些劇情上的影響的話 那你就看了 但是問題是 那個幕是 硬生生地放進去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無緣無故出現 又無緣無故出現 對 純粹是surface上的東西 就可以飛 對他來說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surface就是什麼 戰前準備 是 仰精出銳 當然不知為何是 仰精出銳 不是 你當是好像打Alog Game 打完後不知為何會有個Event 所以 你說這套東西 我會這樣說 整個故事的物樂 我覺得 可能原作會好些 可能會更加 色情 我覺得更加有腦 他現在其實表現到有腦 只是第一段的戰鬥 他之後那些其實都表現不到 他所謂有腦的表現 嗯 可能同伴多了 都不算有了 所以顯得就是 那個故事其實 發揮得不好 其實你認到那些 他純粹就是 他有遇到什麼問題 解決不了的時候 就會制出他的招必殺技 這樣就解決所有的事情 而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最霸氣的是他老爸 擔心了 嘩 我是最深刻說 然後他說 我等你很久 那一幕那個霸氣 老實說 他其實是魔王 他好像是什麼呢 一個 逆轉 就是 魔王 殺了他全家 因為那裡有些手 死在那裡 然後在他家等他 然後說你回來了 勇者 是那種感覺 你要明白 不是 他是勇者坐了去殺魔王的部下 然後說你回來了 魔王 反過來 那種感覺 但是 我覺得 我反而老實說 我不想看人家那邊的故事 我想看 爸爸的線 究竟在走什麼故事 肯定是更加好看 我覺得 最終會不會是爸爸對他人家呢 人家與他的夥伴 應該不會的 又是不搞星戰的遊戲 但是 你看到他 他爸爸那裡 反而是更加吸引我去看 他爸爸的故事 我覺得 應該不會做的 但是他最後動畫 這樣佈了一個復筆 其實是 會不會是真的有 他有二季 他在宣布了 還有他第二季 應該是跟現波魔王打的 你看到圖那個表現 魔王是不是他老爸 不是 就是現在那個坐在那裡的魔王 不是坐在那裡的 應該是走在那裡的 就是個位那幾人 這些我覺得是完全是 Eyecatching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 即是他爸爸 是出了多少幕 第一集 以及每隔一兩集 打電話 然後跟著 留下一兩句說 又坐在的士去機場 留下一兩句說話 或者其實有次打電話的時候 已經整個地下都是屍體 剛剛搞一些小事 那一下 這樣的氣度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 他爸爸那條線 是好看很多 快點做 但是老實說 如果你用回 早前那個說法 你說四天王 其實以四天王的分野來說 他的銷量不是四天王 他的銷量是正常動畫 是銷量 不是因為他的畫面多 來吸引人的賴嗎 他的質素 他的質素可以保持到 他的質素始終是正常的 我覺得是 他沒有太多崩的情節 而且老實說 你始終就是什麼呢 地上波始終有聖光 是 有些人很想買一本給你看傳上 這個當然了 老實說 他傳上的效果挺不錯的 你說對比其他服務上的動畫 我比較不到 我沒有看過 不好意思 舉例 我比較不到 是的 至少叫做 因為他的銷量是接近五千 其實以一個季度來說 算是一套中上動畫的銷量 我記得二男的 好像只有萬九而已 是啊 他五千就是四分之一 萬九算多了 萬九你的粉絲向 粉絲向多就正常 高達的都是三萬的 頂龍都是這樣 所以這套東西 在有二季之後 其實我會做一件事 我會拜託 看二季 I am 他告訴我 哪幾集有他老爸的鏡頭 我只看他老爸就夠了 只買那幾集的BD 只看那幾集 只看老爸 你老爸沒有聖光 我只看老爸的情節 你又知道他老爸那邊沒有聖光 說不定老爸才多聖光 他兒子也有這麼多件 老爸不少了 剛才那一幕應該是 他爸爸在結局裡 結局那一幕 還要在魔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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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夠了 霸氣了 好了 這一集到了 我們下一集繼續 我們下一集繼續 反正 我們下一集繼續 好